我们走进了真正在办理商事的会馆 还有殡仪馆 这个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因为过去我们只能去参加展览 你很意外的就是说 环境非常的优美 台湾不会演啊 你在某些县市的那个火葬场 暗暗旧旧的很脏之外 有些炉口附近还有很多的灰 谁的阿公阿嬷在那啊 真漂亮对哦 哇 这是电梯口吧 你眼看的时候它很像电梯 就殊不知门一打开其实就是火炉 这次有推出我觉得很特别的 AI的花艺设计系统 你就是用AI去下指令 你跟这个机器人说 你的客户特质是什么 他的个性 他的年纪 他的信仰 然后结束之后告诉他说 那我的布置空间有多大 我的尺寸有多少 然后接下来机器就开始去跑 然后再短短的五分钟不到 他可以跑出一二十块让你宣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单程旅行社 人生就是一场单程旅行 乘车前记得按下订阅键 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 单程旅行社与冬瓜生命教育结会 从生命礼仪出发 我们不断透过拍摄影片 与不同的来宾进行访谈 希望能够从多元的观点 一起探讨死亡的意义 打造生命教育的平台 创造一个不害怕死亡的社会 让不能逃避的死亡 为生命带来转变与成长 也让活着的我们 有机会可以选择生命的价值 或事件生命的意义 如果你也认同我们对死亡的反思 以及对于生命教育的推广 请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创造 正向面对死亡 珍惜生命的社会 捐款的连结 我就贴在下方的资讯栏 一路走来 谢谢你的支持 单程旅行社 我们会继续努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单程旅行社 我是社长小龙瓜 单程旅行海外旅程 带着大家去看不同的国家 在面对人生最后的旅程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样貌与心态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是邀请到我们的雪莉 雪莉是我们的社群小编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 单程旅社不可获取的大脑之一 别这样别这样 你在害羞什么 第一次录影很紧张是不是 很紧张 大哥 你放过我吧 毕竟你就是加入团队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你看比如说 我们拍很多就是台湾的一些企划 然后拍一些宗教议事 那到了现在 其实我们有几集 就是关于海外的 会有什么样一个最大的心得 去看看别的国家 商障文化这块 因为通常出去玩 都只是去玩观光景点 因为这份工作 所以你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看人家的殡障这块 我觉得是 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们其实后来就发现 我们甘子航有个职业兵 就是到每个国家 都先问一下 他们的兵役馆 这次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前不久去日本 参观他们那个考察 就我前面我要先讲 就是其实在过去 除了疫情的几年之外 就是我从大概2016年 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去日本考察 每一年都会安排时间去 然后就会看到 日本在面对这个 人生最后理路 他们那种多样性啊 求新求变啊 不断的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这样 就其实都有蛮大的一个惊喜 我们这一次就到了 日本的横滨 去参加它的殡障战 这一次也很感谢 在当地的地培帮助下 然后让我们除了 能够参观殡障战之外 第一次非常深入的 我们走进了 真正在办理商事的会馆 还有兵役馆 这个可以算是一个 非常大的突破 因为过去我们只能去参加展览 我先讲我们去的第一家好了 第一家那个火葬场 它算是近20年所盖的 相对心你很意外的就是说 环境非常的优美 而且气氛走进去觉得好干净 台湾不会演啊 你在某些县市的那个火葬场 暗暗旧旧的很脏之外 石器很重 有些炉口附近还有很多的灰 都觉得是不是没有清干净 谁的阿公阿嬷在那了啊 这个是第一间的 设计风格就比较有现代感 殡仪馆吗 殡仪馆加火葬场 我觉得很像北美馆之类的东西 对 对 很像 推进去之后 它的简骨是 骨灰放在上面 骨灰放在这个台上 有没有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很干净 真的漂亮对喔 哇漂亮 这是电梯口吧 电梯口吧 你也看的时候它很像电梯 就殊不知门一打开 其实就是火炉 台湾现在有一个问题 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殡仗设施严重不住 其实在各个县市 都有这样的问题 过去一个殡仪馆的火葬场 在早些年可能一天最多 就是可能30g 40g 可是随着死亡人口再增加 工作人员来讲 他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把你换块套 光是能够烧得完就 就投销了 这真的是会蛮受限于 在于殡仗设施 足不足够 而影响到你的智商的品质 会长什么样子 日本其实他们在 一个县市里面观察起来 就是他们的火葬设施 跟私人会所的这个 数量跟比例是蛮多的 他们其实很好的 可以去消化这些量 不会让你觉得很吵杂 或者觉得很拥挤 整个殡仪馆的设计语言跟风格 其实他没有那么浓重的 宗教色彩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印象蛮深刻的一个地方 第二间的那个火葬厂 据说是当年在服务 就是日本首相的时候 他们特别就是驱车 到现场去做火化的 整体的硬体来说的话 又更高档一些 当然它的建造的时间 也比较久 有点像是 30 40年前的百货公司 所以没有那么创新 就是如果不说的话 你很像 你会觉得很像 走进星光三月 这是厕所吗 对这是厕所 这就是百货公司的厕所啊 对啊 这就是很像百货公司 有没有进去的那个氛围 很不一样 对啊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一楼的 大厅吗 我去饭店却硬的 那个大厅的感觉 所以它下面 它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给家属 可以在这边喝咖啡啊 吃减餐啊 休息的地方 很舒服耶 然后一楼就是火葬厂 然后二楼就是 他们家属的一些休息室 所以会觉得很美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火葬厂 简补盘一样很干净 那这一次参观日本的这个 私人的殡葬会馆 很感谢能够得到这个 川崎市的中原屋 是社长的邀请 然后我们就去 他们的这个据点 来走走逛逛 然后也接受他们的这个招待 所以这是到他们的会馆 对 这是到他们的会馆 然后就是社长亲自 带着我们导览 第一站映入眼帘呢 就是他们的 告别礼堂 一个会所 然后地板上面这个地毯啊 就是他们都会定期的 派专人来打扫 即使它这个会馆 其实成立了 有点年代了 但是他们还是维持 看起来很新有没有 然后你背后看到那个紫色的布曼 他们还定期找人来清洗跟云烫 当时我就问他说 哇你这个已经有点年代 可是为什么还是可以保持这么干净 这样子 他们说他们会定期来分刷 没用心 社长他们还会透过灯光啦 布曼硬体的这个设施 然后让现场可以有很多元的配置 这样 那这个环节很有趣 这是社长的爸爸 因为他知道有台湾的朋友来 他很喜欢台湾 明明要出去应酬 特别折返过来 只为了跟我们打招呼 交换名片这样 然后说 我每个月都会来台湾来泡温泉这样 他就这样 打完招呼他人就走了 他就是真的 专程过来来打招呼 而且你会发现 他跟社长的年纪 感觉看起来没有差 很像兄弟 保养得很好 外观看起来是这样 其实蛮美的 他们很注重一些小世界 其实我们一般的路口 可能会开在大马路 但他反而开在背面 他是希望说 家属在进出的时候 是不会被这些喧闹的 车流量的这个声音 被干扰到 你看他那个楼梯是双把手 然后他就特别说 就是那是为了要给很多长辈 长辈 他们可能会驼背 或者什么 那个楼梯的那个台阶的高度 也不会太高 细心有为长辈设计 用的材料或什么 可能不会让你觉得很金碧辉煌 你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会发现说 他们在很多的 实用性上面的细节 他是站在使用者的角色出发 然后去想象那个情境 就是当今天使用者 运用这个环境的时候 那他可能会遭遇到哪些痛点 那我又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痛点 就好比说这个环节 社长他就来跟我们讲解说 设计这个廊道 就是一个转弯处的时候 他特别跟设计师讲说 他要一个比较相对宽敞的空间 就是如果老奶奶 他可能身体不太方便 他想要稍微休息一下 那他不会因为挡住路口 然后造成他心里面上面 有些负担跟压力 他可以先让其他 就是年轻人 或者脚趁比较好的 可以先上去 然后他可以在那个转弯处 先小左休息 等到准备好的时候再往上 非常细腻的在跟我们讲解 就是他们是当初是如何 一点一滴的去在乎 跟设计这些实用上面 这些情景跟细节这样的动作 不是只有设计漂亮而已 有时候我们去逛一些 百货公司的时候 像我现在后来有小孩 我也很有感觉 就是以前去百货公司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feel 可是现在只要去逛 那种百货公司 只要那个百货公司 他有提供 亲子友善 对他只要有提供 矮台阶的洗手台 跟那个可以有一个小布台 可以站上去 让小朋友自己洗手 有些他可能就是茁壮美观 漂亮好看 可是他可能没有在乎到说 他的实用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那关于日本 我们所看的最后一战 大概就是殡葬战 那殡葬战我先说结论啦 就是比较起过去 那么多年参加下来 这一次参与的经验 我觉得总体而言 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物品的提供上面来说 我觉得可能过去那些年 他们真的做得太厉害了 做到有点可能难超越自己 就挑几个 比较特别有影响的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这个是其中有一家公司 他们所制作的那种神龛 因为日本跟台湾 其实现在有一个 蛮接近的困境 就是年轻人对于 祭拜这件事情会觉得很麻烦 然后很多房地也是租的 不像过往 我们可以弄一个 很大的佛桌啊 然后摆放了很多 集资神龙 所以他们其实也 越来越迷你化 那这一间看到的这个公司 它是专门在制作神龛的 就是摆放家人的牌位啊 祖先啊 或者是神明的地方 那他们所制作的这个大小 其实都是比较相对迷你的 不会太占据空间 有那么大的压力 这间公司它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 它所制作的神龛 他们有个信念 就是希望可以融入 各式各样不同的家庭当中 它说不管你的装潢风格怎么样 你一定可以在我们这里 选择到一个 适合你们装潢的神龛 概念其实蛮贴心的 就是不会神龛那边很突兀 对 因为很多人在构思说 我到底要不要放神龛的时候 其实其中有一个顾虑 就是会觉得 哇我花那么多钱装潢 跟我家的风格完全 对或者是很丑 或者什么的 就觉得说 啊这放了就觉得很难挑选这样 可是他们做的就很有现代感 所以看上去就觉得很舒服 那这一次日本的殡葬展 参观下来啊 就是硬体的变化不大 但它导致多了很多一些弹位 是过去没看过 跟硬体无关的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数位软体 可能包含比如说 他们的公司内部的数位 ERP的系统啦 然后一些殡葬平台的一些 就是宣传啊 那更重要的是 这次有推出 我觉得很特别的 AI的花艺设计系统 在过去如果要做客制的话 我们台湾的经验就是 我们要找一个花艺的设计师 设计师对 然后听取家属的需求之后 要回去用Foloshop 然后用素材 然后聘个老半天 然后可能要花个 maybe半天一天的时间 可是在日本 他们现在有一间公司 他们专门推出了一个 AI花艺的设计系统 你就是用AI去下指令 你跟这个机器人说 你的客户特质是什么 他的个性 他的年纪 他的信仰 然后结束之后 告诉他说 那我的布置空间有多大 我的尺寸有多少 那我要做一成还是两成 我里面希望用什么样的花 颜色 颜色 风格 对 然后接下来机器就开始去跑 然后再短短的 五分钟不到 他可以跑出一二十块 让你选 当下看我就觉得说 哇真的非常期待 这个科技在未来的三五年内 可以得到快速的飞跃 然后更多的同业跟前辈 可以去运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甚至在台湾引进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在未来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这种 所谓的客制化的告别师 它的多样性 就不难想象了 具体而言 看完日本 哪些可以效法跟改善呢 我觉得在很多一些细节来讲的话 流程还可以再做更细微的一些优化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对于人才培训的这个重视程度 我觉得一定要再拉高 时代观念也不一样 也不是只是说 就是我今天钱给到位 那你就觉得说 可以用到一个就是理想的伙伴或员工这样子 你甚至可能要不断的反复去聚焦 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愿景 你们对于服务这件事情 你们有发自内心的一个使命 是想要来协助家属的 我觉得这点 陆陆续在台湾现在的殡葬 也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出来 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赚钱养家的工作 那那么其实会做得很辛苦 同时其实你会 就是造成很多家庭的麻烦 对于这些需要 更用心对待的这些家属而言 他们对于殡葬行业的期待 只能说是越来越高 希望说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照顾到 他们方方面面的需要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去日本考察 然后说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然后以及我们回来沉淀之后 整理的心理得 不知道大家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 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感想 或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互动讨论哦 我是社长小冬瓜 单身的营社 我们下次见 拜拜